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四月份如何养好石榴花 让它在五月份六月份快速的开花 那么这个月份我们一定不能给它打顶 因为这个时候是石榴花孕育花蕾的季节 如果这时候我们给它打顶的话 很容易很容易把一些孕育有花蕾的这些枝头给它给打掉 到后期开花就会变少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给石榴花补充充足的磷甲元素 让它分化更加多的花芽 因为磷甲元素可以促进植物花芽分化 让它这个花芽长得更加的健壮 那么我们给石榴花补充肥料 最好是用两种肥结合 第一种就是磷酸二金甲 因为磷酸二金甲含的磷甲元素非常的高 那么第一种就是这个鸡粪水 这个鸡粪水就是一些有机肥 那么有机肥跟无机肥结合 可以让石榴花补充充足的甲元素之外 还可以补充各种微量元素 因为鸡粪里面含有各种微量元素非常的多 比如说一些纤维脂肪 还有一些粗蛋白 还有蛋链甲 各种微量元素非常的均衡 那么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也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在1000毫升的鸡粪水里面对上一到两克的磷酸二金甲 这个鸡粪水我们可以用一小抓 然后放到1000毫升的精水里面溶解就可以了 等它们完全溶解之后 就直接给石榴花浇灌 这样的话不单可以有足够的磷酸元素 还可以有足够的各种微量元素 给这个石榴花补充明亮 就可以让它到了五月份六月份 开花更加多 那么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 这个时候我们该有了正确养护这个石榴花 我们下一期再见